介紹千里步道協會 今天時間稍微充裕一點 沒有感高點 待會內容我會講到 千里步道運動八起到現在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我們分別的重心放在哪裡 做了些什麼事 一直到第三階段 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千里步道2.0 國家律道系統 這些律道系統我們就看時間 就是大概各自做的進度 然後那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們現在非常重大的意氣放在國際交流 所以待會我會講一下 國際上的那個 就在我們講千里步道運動三階段的時候 啟發我們第三階段律道運動的國際案例 然後跟我們參與的國際組織 就是還有我們爭取到的國際的大會 要來台灣辦 那這一些 就是今天會跟大家講這些內容 好 那 我們是2006年成立的上禮拜有八折頁 那當時成立的最開始的第一階段 是有三個發起人發起 那個小野徐仁修跟黃武雄 那黃武雄老師其實就是社區大學的這個系統創辦的那個 最開始發想的那個人 那他也是發起十一年教育改革的人本等等 就是教育上面的一些改變 那徐仁修大家應該就都認識了對不對 他是花野保護的保護協會的創辦人 然後小野是作家 那他們當時提倡的這個環島 要能夠串聯起一條讓行人自行車安全行走的路 這個路呢 我基本上把這個串聯的意義分成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 他是空間裡面的連結 那 空間裡面要連起來其實 呃 是不容易的 那 要連續不斷提供行人自行車安全行走的這個空間的改革 而是一個部分 另外就是 這也是把過去的時間跟未來的時間連在一起 好 呃 待會兒會解釋 另外就是透過這個連的過程 把人跟人的關係重新連在一起 這其實是千里步道運動 從很具象到很抽象 都希望能夠做的事情 好 那當然手作步道的話 那那個連結就是人跟自然的關係 能夠重新的再把它連得更靠近一點 好 那 上個禮拜 大家自我介紹 很多人被步道學吸引來 或者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在解釋一些事情的時候 好像感覺我們千里步道只有在做手作步道這件事 好 那其實是我們只有從這個鋪面調查 那個聳步三或許開始講起 好 那這一次我們會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為什麼要審錯步道 或者說這個千里步道整個運動的完整的全貌 其實最開始的標的 是從串聯環島的路線開始 好 那 第一個目標當然是提供行人自行車安全行走這件事情呢 如果要環島 我不知道大家有想像過 如果要環島 然後又要 不走在公路上神道上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人環島過這裡 沒有嗎 都沒有 我以為 我以為每次多多少會有一兩個環島過啊 沒有 好 很多人是騎單車環島 走的也有 就是拿著我們的 後來拿著我們路線去走的也有 那 在還沒有 我們還沒開始推動這件事情之前 其實環島的人不多 然後環島都是 省到台一線台三線 要不然就台九台十一就完了 對不對 好 但是 在公路上面要確保行人自行車安全行走 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在找路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可以 避開大馬路 進入到遠離公路的社區 但是又可以把它還起來 所以 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透過社區大學的系統 還有包括荒野保護協會 各地方的文職工作者 我們去找他們 然後讓他們來告訴我們路在哪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千里浦浩浩的第一階段 就有台江 就是那時候台南盛大 台江分校 現在是 對 關於時間上已經確定好 我冒成老師是 3月 不是 4月8號 會講山海軍綠島 那 那 因為台江長期就要推那個 守護水 的這件事情 所以 由海電國小啊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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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江 對不對 對對對 小白江 好 他們在尋守 所以當時呢 呃 在這個部分 就大台南的環島的路線 就是跟台江 台江分校這邊來 來那個聯繫的 那 所以其實是由夏而上 不是說有一個總體規劃 然後 那個 我們把路線畫出來 然後就說 OK 這一條路線我們在圖面上 避開了省道 而是其實是一段一段 賣法社區 然後讓社區告訴我們 路在哪裡 不要走省道的路在哪裡 那所以就會經過很多 有些是田梗 農路 水圈旁邊的小路 或者是 呃 各種各樣的山區的產業道路 然後呢 我們就希望透過這一些路線的連結 可以放村子跟村口之間 重新連起來 好了 其實有一個 呃 很有趣的 其實過程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我印象中最有趣的是說 其實我們 過去村子跟村子的路呢 是走路比開車還要更快的 走路比開車還要更快 其實其實翻過去就到了 那當我們開始 依賴車子的時候 其實是要繞出去 然後再回來 那 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路線 慢慢的在透過重新用雙腳去走的時候 又把以前已經因為公路開發而變成好像很遠的村子的距離重新拉起來 好 那所以這個一連串的過程呢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在各地去跟地方合作 比方說像這裡 這個就是 剛剛我們看到的有 在前面呢 有路山帶的特性 就是比如說有 卵石 然後有那個茶園 那個就是屬於在竹苗 陶族高那一帶 那這邊的地景呢 如果仔細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從縱谷 往中央商代的角度看 然後 那 這一段路線呢 就主要是跟東華大學的蔡建福老師 因為他那時候開了一個課 他開的課很有趣 就是 修課的同學呢 他好像那一堂課叫相受規劃 修課的同學就是要負責 規劃寒假或暑假 那個 他們要去走的徒步路線 然後 規劃路線之外 還要先拜訪沿線的社區 跟社區討論怎麼樣接待自己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拜訪沿線的社區的時候 要跟他們溝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這個旅行 要完全完全都是吃在地 所以現在這個季節會有什麼 然後你準備這一些 這個 不管是在旅遊中的任何環節 都完全不能夠用免習的餐具 所以要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還有發掘在地的特色 比方說他們有一次 他們那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現在好像已經沒有 鄉村規劃也就是 那個時候發展非常多條花東的路線 那每一個寒假或暑假 辦那個浪遊中午 或者是浪遊花東的這個活動 基本上 學生規劃好了 學生會 學生規劃的時候 會跟做社區工作 做完社區工作 實際上去走這條路線的時候 外面的人可以參加 但是有明和限制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去開始 做花東中午的路線 還有包括海岸線的一些探索 所以他們就會去把沿線的部落 通通通都拜訪過 像他們有一個很有趣的行程 就是他們會安排說走到那個 大家知道 無神父腳底按摩其實是在花東 無神父本人還在 所以他們就 為了要接待自己 所以他們在有一天的行程 走很長的路之後 到那裡之後要做腳底按摩 晚上可以休息這樣 然後呢 所以他們就要學腳底按摩這樣 然後也要跟社區的人去 就是他本來就有在做一些社區的教學 然後就不讓他變成是一種游層 是一種療癒的游層 反正他其實有非常多細節 這個 很多故事我就很快的講過去 好 那其實環島路線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想像一下 看到這張圖 然後環島路線 所以要能夠行人自行車安全行走 想到最難的一段會是哪路 蘇花 對 就是蘇花 當然每個地方來都有不同的難 最簡單的其實是花東縱谷跟海岸 那西部的困難 尤其是西南部的困難是過度開發 然後你很難找到可以跨越非常多的交流道 或者是快速道路 就是有各種各樣的已經很不適合人走路的環境 那 所以這些都還好克服 最難克服其實是蘇花公路 那所以 那時候我們其實花了很多力氣在找替代蘇花的路線 那 那 大家現在可以想像到替代蘇花的路線有可能是什麼路 有沒有 可以 隨便想 蘇花在以前 好前 環島 對 然後到蘇花這一段的替代 可以怎麼做 那個海岸 坐船的啊 藍色公路 坐船也是一個 還有蘇花古道 還有 還有蘇花舊的那個道路 ok 又到東古道都有 好 因為其實在歷史上 當然 剛剛所講的這些也是我們有探查的 然後待會會講說 這些路線的狀況 那時候 第一個當然就想到清代後山北路 就是那個羅大村 開蘇澳到花蓮的那條路線 然後我們就去看羅大村的海防日記 然後 看很多學者的文獻 然後去 去找 甚至看 當時就是最早的日軍的測量的圖 軍事部署的圖等等去去找 那當然那個地方就是 有很多路段其實是被礦場開礦的時候已經弄斷了 還有就是有一些路段學者的說法不一 這個部分 考據的部分我先跳過 那 但是其實非常有趣 我們在說讀羅大村的日記的時候 讀到他們在清水斷崖這邊 這就是清水斷崖 那我後來找到這一段 這條小路是可以替代到一段 蘇花公路 這一條其實是通往一個定制漁場的小路 當地人也都不知道 然後 定制漁場大家知道我在想說 ok 好 我就是花 大概這一帶常常有的定制網 你可以看到那邊就有一些 那他們想過這要進去收魚的時候 走的這條路線 好 那從這邊看清水斷崖是一個 平常你不會從公路上看的角度 那但是你從羅大村的日記裡面 會很意外的發現什麼呢 拿他的文言文的敘述去跟照片對比的時候 其實 這個天顯 因為這一段其實有連續好幾個斷崖的歷型 這個天顯從清朝的人寫的文獻 一直到我們現在看沒有太大的變化 好 那那一段文字我唸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看著這個照片來聽 他是說 他形容這段是峭壁插雲 峭壁插雲 抖子近海 抖 就是很抖的腳趾近在海裡面 你就想像那些連線 然后要摸着那个墙壁 然后要约束马匹 因为这个很危险 然后就摸着这个断崖这样子过去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 当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过去的时间跟未来的时间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你会想说 原来从清代到任俊时代的所谓的苏花林海道 到苏花公路旧岛 那其实都在上上下下 有些路段其实 像我们也有用手做过多修复 那个在虫河上面的 任俊时代的时空子紧背道的那一段 就是它就是以前的苏花 但是其实都真的被矿场切了一段一段 就是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力气爬上爬下 最后其实那一整段没有办法完全替代 只能够局部找到一些小路 像这样子的定制鱼场的小路 或者是时空子那一段紧背道 那一段是在手动刀那本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后来它的路口因为那次的苏拉台风把那个停车场那边挖掉 所以现在上面都好好的但是上不去 但是我们还是爬得上去 只是不会告诉你们路口在那里 好那所以其实这个路线的找路或历史文献的探讨 然后以至于包括到政策的层面 我在这边稍微多讲一点 就是当时呢 我们在检讨 OK还是不得不走苏花公路的时候 要怎么能够确保行人自行车安全行走 那就要去做什么交通分析 苏花公路最主要危险的来源是什么 沙石 其实是沙石车 那沙石车 它就会连结到背后的沙石的政策 然后就连结到东部的那一些矿场 那其实当我们在去做这种追溯性的讨论的时候 有其实是可以 包括你怎么样在建材 或者是你日常的这些工程的材料里面 如何减少对这方面的依赖 在我们台湾其实很多的出口 好那也没有关系 就是产业政策是一个 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摇篮到摇篮的考虑循环经济 或者是考虑减少碳足迹的工程 这是一个 那但是沙石业还是需要用这条路来运输的时候 其实也有可能有一些替代的方式 对不对 就是当时其实有 环保团体有提出来 就是沙石去坐船 对不对 然后沙石车就不要走 所以那时候在我们也 就是因为这一些原因 所以也有参与到了包括苏花高速公路 或者苏花改的这一些讨论里面去 其实就是 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 就是第一个纲领是要 确保行人自行自安全行走 可是第二个纲领是什么呢 就是美丽风光要保留给下一代 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好的东西要保留给下一代 就像我们看到罗大春 那当然因为罗大春描述的那个状况 跟我们现在描述的状况 为什么很接近呢 这说明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天险 那 所以其实 呃 当我们看到罗大春的那个文字记忆 是可以感觉到说 你古人看得到的东西 我现在都还看得到 那种感觉是非常 很有趣的非常 这个要 真的要 呃 大家自己去体会 好 那所以 呃 美丽风光保留 跟行人自行自安全行走 这两个是我们做的 第一阶段的时候最重要的目标 那这条路 就是符合我们发起人所说的呢 没有相野三害的小路 你看 没有光害 对不对 好 没有用除草记 其实除草记这件事情 是代表着我们对于那个 草的知识很少 如果是阿美族 大概不会出现有杂草这个字 对不对 阿美族每个草的人都有用跟 跟名字 好 那我们很少去命名这些东西 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少 所以我们就通通把它称之为 杂草 就是无用的草 那 那这个其实也意味着就是我们跟 呃 这个 自然知识或者是土地的关系 好 其实线帅比起来还要疏远 好 那这一条路也很符合那个 就是没有水明不然 那 所以 因为它路幅不宽 车子不太可能开得很快 那这样子呢 反而可以确保行人自行车的安全空间 那一条路一直走进去就到这里 发现那一条路其实也是一个意外 就是 原本我们在勘查路线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那条路 然后呢 是在 我们只要把两个县市以上的路线 连起来之后 就会办跨县市市走 结果办市走那天 大家骑脚车车 就是 骑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路红的时候 就有志工就说 这条路感觉很漂亮 不知道通到哪里 都没有人知道通到哪里 那我们骑骑看好不好 我们就想说 好吧 算一算时间 应该 赶一赶还来得及 好 所有人大家都觉得想试 我们就去试试看 就是其实是没有在计划中找到了这条路 然后到了这里之后 大家就不想走 全部都坐下来 那 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旅行的感受 好 那 所以其实 我们这个 这一条呢 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有参与的 运动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得出来 这照片在哪里 其实 其实如果你看 蛤 蛤 谁啊 蛤 那你为什么说不是 你为什么说是 又说不是 你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 用 你的这个想法 走在海岸线呢 走在海岸线的地方很多啊 但是 你说的是对的啊 所以其实 我就好奇 你还看到了什么 因为那个海湾 然后还有石头 石头 对石头的特征很重要 就是 那个地方的石头 七星台的石头 也是圆的 也会唱歌 可是阿朗线的石头 是更大的 南天石 然后他唱人歌的声音更大声 那个 大家有听过石头唱歌吗 好 那个 你们下一次去七星台湾阿朗线的时候 坐在海边听 那些 就是 浪打上来以后 把那些石头 带着往下 跑之后开始石头会 滚滚滚滚滚毯滚滚滚滚 滚下去 那个 有一 这个地方,就是中科院的军事基地 然后呢 这张照片是在2006年底拍的 就那时候我们为了串联环导路 然后就已经走过啊 然后那时候还其实没有人拉绳子 根本没有 手滑入去很危险的 其实 这个等到我讲手做不到 后面有机会有时间再讲 你们现在有一段时间开始非常热门走的时候 是2010年左右 那时候是因为为了公路总局要开台26线公路 然后呢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参与了手滑阿朗依的运动 然后去当地引进了手做步道 然后举办工作假期跟当地人的沟通 然后后来就是去修复 因为太多人去拉绳子 早知那个步道便充实有问题 好然后呢 但是也同时让当地人去了解到 生态女人的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后来才有了导览解说员的语训 然后进去要申请 然后要有人当地人带领 有人数限制等等 所以到现在为止 当地人对于那条马路的需求 就已经觉得说 其实发展这种另类的观光 对他们的发展是更有帮助的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开马路不等于经济发展 它等于是让过路的人变多 然后但是当地人可能依赖这个公路所发展的 观光模式就变成在路边卖东西而已 就没有更多 你现在是这样子的时候 他们那边可以有人住宿 对不对 要有餐饮的需求 有人要这个导览解说代人的需求 那个才会促进当地的就业跟小民经济 那所以 刚刚讲都是一面讲我们的路线 一面讲参与的运动议题 跟我们导入的一些价值 那也包括沿线的文化资产的一些守护 这个是要讲一种场所的气氛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大概也是常常旅行的人 你们有没有走过台湾哪个地方 就是当你们走进去的时候呢 你会突然有一种错觉 觉得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间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不会是要说去公路 去公路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间有点害怕 哪里 indie 的 bands 有哪里 找西兹 摄语的地方 老街道 ó OK 不一定要类似像这样 逐崎那边也有很多像这样的小地方 风景不一样 但是就是我之前在我们环岛里面有一次很特殊的经验啊 是到了差不多也是嘉义但是石龟那个附近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 我也其实我自己本来觉得我很会玩 可是我们在千里不知道运动串联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对台湾所知有限 就很多地方都是第一次去 然后像比如说我刚刚说石龟这个地方 我们骑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下午过了中午吃饭时间 大概是下午一点一点多左右 然后骑进去其实那个地方也没有说特别 旁边你知道有些老街是有那个什么洋楼啊 或者是那个壁面非常的辉煌这样子 不是他不是他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民居 但是进去那个街道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是保留着大概四十年前的那种那种村庄小镇的那种生活氛围 然后那个阳光呢有一个角度 然后你骑进去就觉得很有点有点特殊的感觉 然后后来我就找了一家面店 找了一家面店坐下来吃面 那家面店呢 其实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是就注意到说他们在烫面的那个那个这个东西 不是铁的 竹子吗 是竹子的 然后呢 他们旁边有那种碗厨 碗厨上面有沙碗的那种 然后沙碗的碗厨打开来 然后拿出来是那种 上面有那种 是竹叶吗 就是那种叶子的 然后 就是反正就是 感觉那 他所有的事情都像很正常这样 但是 那个所有东西都不像是现在会用的 然后 桌上还有一些那个 醋跟辣酱 是不是那种 我们这个量饭店会买到的 是当地才有 大家如果去很多乡村去吃饭的时候 你会看到哪个地方都有当地的醋 跟辣椒 就是沾酱 对吧 就是那种感觉很有趣 然后我没看过那个牌子 好 有没有越讲越觉得 可能真的去到哪里 好 然后 呃 在吃面的时候呢 呃 外面就有人 在叫买 然后他就用推车 推着一堆什么东西都有的 对不对 就在叫买 然后就 前对面出来一个人 就叫住他 要跟他买东西 但是他们开始聊天 根本也不是在买东西 就买一个东西要买很久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聊聊 从那个 呃 你家的 呃 然后 那个小巴士有的时候还有鸡一起坐 对不对 还有活的 活的鸡一起坐 或者是有菜一起坐 反正 有的时候呢 他们讲的话你就算听不懂 你都会觉得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气氛 那个气氛就是当地的生活 那我现在讲的那种保留一种时间感这件事情 就是 他不是那种非常杰出的文化资产的价值 可是他的这种整体的氛围 会给你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感 然后他会让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 要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印象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 是带路的人 好 所以我们 呃 不共 但是他讲的是他们在这边的生活故事 那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强调的就是 要找到当地的故事 然后去 请当地的人 尊重当地文化的方式 来促进当地的小民经济 而不是财团经济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串联环导运动里面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有没有人看到这个就知道在哪里 这 他或者是他有什么 哪大的巫手 巫山林还是巫山 你说巫树林啊 巫树林 巫树林常常的小火车 不是长这样 对不对 因为巫树林小火车是在哪里 啊这个呢 这谁讲的 你有 你 你说的 不会吗 是谁讲的 哦 你讲的 哦你怎么知道 我在园林工作 哦 你在园林工作 园林哪里 我在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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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刚办完追火车的活动 就是跟园林故事记忆 就一起合办了2月一次3月一次 其实每一年12月到3月 才会出现这个风景 你平常去园林没有 就只有12月到3月 今年治堂期应该又快要结束了 那其实他们已经治堂110年了 全台湾人只剩这个地方 还可以看到 再甘蔗的小火车 跑到那个农场里面去收甘蔗 然后载着甘蔗原料线送进糖厂 然后通常我们的追火车 我都是一天 早上出去看他收甘蔗 然后听他们讲故事 然后下午就会去看糖怎么被制出来 就是从甘蔗到变成砂糖 这个整个过程 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当地人来说 可能追火车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特殊的 然后也是 台湾公司可能也觉得说 这个现在买进口糖比较便宜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好像 就为什么全台湾只剩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其他地方都关掉了 其实原本在糖业全盛时期的时候 台湾有三千多公里的糖铁路线 所以整个从彰化 其实从台中 台中以来一直到屏东 这边有非常多的糖厂 跟这个糖业的那些铁道 那我那时候半追火车的时候 我们半追火车的时候 是要借由这个活动来强调一些事情 一个就是 当时我们提出 千里步道运动之后的 当年年底 行政院就宣布说 要推出万里步道千里自行车道 应该是这个 我这样的政策叫什么 好像跟我们的名字很像 然后呢 那行政院推出这个事情之后 他当然就是怎样 编几百亿的经费 然后就是自行车道 会体育署管 然后那个步道由领务局来推动 然后呢 一年要多少公里的这种 这种速度去完成这个政策 那这个不是我们 千里步道运动想要做的事情 好 其实刚刚想要讲的是那些价值 所以 但是那时候我们 在西南部开始找这个路线的时候 就想到说 刚刚我们说 很多地方都过度开发 所以现在还有什么路线是比较安全 然后又可以 这个中边有一些风景啊 然后 没有太多车辆 那时候就想到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什么呢 唐叶就停到 好 就像我刚刚说的 遍布整个西南平原 再来是什么呢 迦南大菌 迦南大菌系统 一直往北 再到渊源 甚至接到彰化八宝菌 这些水菌系统呢 都可以作为 我们在做管导 步道串联的标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 花时间研究水菌 研究糖业铁道 那 当时我们去拜访 就是一些地方的 糖铁文池工作者 或者是专家的时候 他们就怎样 然后就以为我们是政府的那个 万里步道 万里 千里 到底是什么 好 他们就以为我们是那个 然后 所以他们就 他们遇到了什么状况呢 就是 糖铁的轨道 被直接铺上驳油 就会成了自行车道 所以他们非常的反对 政府在推动自行车道的政策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去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们的 了解了很多 糖铁的这些文化资产的意义 那所以我们就 半砖火车的目的是要 主张 这个 良铁并行国际国化 良铁并行是什么 就是 骑铁马 骑在铁轨旁边 保留原来的糖铁旧铁道的文化资产 然后你其实 要保留这些东西 骑脚的车才不会无聊 如果你骑在那个 文化资产都被盖掉的那个 那条线上笔直的一直骑过去 其实是蛮无聊的 好 那还有一个 很有我们 半砖火车还有一个 要想听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时候听到 所有住在糖厂附近的人 都会有一个记忆是什么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人有这个记忆 你也有吗 你这么年轻 你也有 你也有抽根在这 没有 你有来 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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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网 不是用猴车在哪 对不对 那个被卖 在小时候是 在小时候 对 但现在不是 对不对 现在还是可以抽啊 哈哈哈 是用的 哎 上网还是在营运 但是他好像是用卡车在 对 他是用卡车 对 现在都七岁了 对 所以偷没有那么好 以前是一整条 对 我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我是完全就是 那时候要去了解这件事的时候 开始跟很多人聊 我发现大家只要讲到 火车在甘震 所有的人都有 很奇怪的微笑 就是 他不是用抽的 有很多种方式 我经历过 是用一个圆圈 K-10 做一个圆圆 卡车在树上 那车子要过去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圆圆丢下去 然后套住那个整个 对吧 哈哈哈哈 不是我今天听说 因为我听了 三四种方法 我没有听过这个方式 翻下来以后 那个 后面他讲到一个 你讲说 破音啊 他做了一个 他就跑下来追我 对 你们是在哪里 我在大内 大内 大内 大内是在树上绑绳子 对啊 旁边都是有芒果树 原来是这样 其他地方没有 旁边没有树 我在埔里听到 最好是他们做一个铁的勾 但是是倒勾的 所以他们是拿竹竿 用那个勾 然后 当它过去 它是这样的 拉下来的 这个 然后另外就是 也有一些 听说以前 现在是很难想像可以抽 以前的这个车厢 没有那么高 对 其实从旁边可以抽 对对对对 其实是有可以插出去的 但是现在 你现在如果开这种车厢 就会觉得说 诶怎么有办法抽 这个那么高 好 反正我听过非常多种抽干蔗的办法 然后呢 呃 我们就想说 呃 那我们来办一个 让大家可以 体验以前要追火车 然后抽干蔗的那种 那种记忆 因为现在人没有 那可是我们在 去勘察路线的时候 就发现什么 要办活动了 要勘察路线 然后就骑摩托车 我们勘察路线 一天骑摩托车 不可能骑甲车 对吧 就找到 躺厂的火车开出来 我们就开始骑 骑骑骑骑就追丢了 然后 那种说 当然有好多原因 一个当然就是路 有一些 你要绕到旁边去 再绕回来 所以一定要找 会知道路的人 带着磚 那当然还有一个状况是速度 因为我想说以前 听他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 可以边跑边抽干蔗 那火车开很慢才对啊 怎么会 这个抽不到 就是怎么会我们骑 骑火车还追不到 所以后来就跟台阳公司拜访 然后跟他们讲说 请他配合我们活动的时候 可以开卖点 还有就是这样一个 四季交位的地方停下来等 那个地方就是上面有高铁 下面有糖铁 然后 一般火车迷他们要拍 上面刚好有高铁 下面又有糖铁 那一张照片要等很久 只有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 是小火车停在那边等 对 所以大家就算时刻 然后他们说 好要来要来 然后大家一起叫 然后就开拍一个 然后就过去了 等一下 那个人就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 好 那 后来我们跟司机人聊天 就是他们在 那个倒干 就是把那个高台 要把这个倒到那个车厢的时候 司机是没事的 他在那边 旁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聊 说 你们车头的引擎 是不是 以前有不同的动力 然后是跑的速度等等 当然那个动力是有改变 但他是说 他自己 他是老司机 他说其实 嗯 以前他们经过 一些转弯处 或者是附近有小学的地方 他们大概都知道 小孩子会躲在那边 所以他们其实到那边的时候 会故意开着 然后 那但是还是会有人跑下 就是如果你抽很多 你就会跑 就会有人跑下来骂你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预期的到 会有人脱干症 然后他们其实 速度会开得比较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的人情味 就是那个抽的不是甘蔗 是一种 其实不是 不是零食啊 不是那种甜点那种感觉 就是 非常的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那 后来这些路线 因为我们慢慢把它找出来之后 所以地方 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合作 推了一个正名待遇 然后他现在已经当镇长 那后来他们就把那条路线 就推成铁枝绿岛 然后在铺的时候 就特别强调 就是那个鬼 轨道跟一些转测器 就是一些重要的东西 他必须要保留好 OK 好 那 这个 呃 我们其实非常强调 就是在我们 市本活动的时候的价值 这个就是减碳 这张左边照片就讲减碳 减费 尽量在搭乘大众运输 请脚车走路 就是不要因为旅行在增加弹足机 然后呢 呃 自备餐具 跟盥洗工具 不要用一次性的东西 不要因为我们的旅行 而产生很多的废弃物 那 右边这张就是吃在地吃当机 哦 没 就是 我刚刚讲到那个浪油粽子 他们在讲的哦 呃 社区 妈妈他们每煮一样菜 每端上来一样菜 就会讲他的产品 讲他的生产者 可能都是在我们现场看得到的社区距离 哦 那 所以那个那个感觉 就是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关系是不一样 不是像我们现在是陌生的 好然后 那 其实出脚踏车也是一样 就是 我们其实当时要办环导市走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建议我们找杰安特 尤其是那时候杰安特开始在东部要推动一些 那个就是租脚踏车的据点的这件事 那其实我们如果找杰安特的话也可以配合 但是 后来我们 就想说我们尽量怎样 就购买在地服务 哦 呃 就是去找当地的小的自行车出租店跟他们谈 像 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在七星台那边 到现在这个老板还在继续经营 我们要做花东四走的时候就是去找他 几乎整个东部都是找他 那一次去找他的时候 我还只是在探勘而已 但是 呃 好像当地的更生日报有报说 下个礼拜还是下下个礼拜 就是可能我们 就会有千里步道的这个四走活动要去办 这样子 那 我们其实不知道了 报纸有报道 然后就进去跟他说我们要几月几号要租 这个三十台车 好 然后 他就问说你们是千里步道 好 我们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啊 刚才刚开始而已 好 我们想说我们身上到底哪里有穿的什么东西 你怎么知道 好 然后他就说他看报纸 然后时间跟我们说的时间差不多 好 所以他就问我们试试 然后 你知道那个其实小的自行车店是这样 你看 他如果租给你那么多数量之后 他其实这几天就没有营业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那 既然 我反正这几天没有车租的话 我就跟你们一起去玩 对不对 然后 他就 开着小货车 好 就开始就说好 我们就是跟在后面这样 其实他哪是去玩的 他是去做服务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 所以他就被保姆车 就是骑起 有人骑不动 或者有车子烙链 还是轮胎怎样 他就把他停下来修 然后呢 或者是 骑不动 他就把车子放上去 就坐到他的那个 车子上面 就是 你会觉得你 那个不是在租自行车 你能够理解吗 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人跟人的关系 他到现在还是我们 非常好的朋友 好 所以那时候西星台海岸 要做那个饭店开发的时候 就是我们也有去协助当地人的一些事情 好 那 这些都是在先离不到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 我们把刚刚所说的那样子 各个地方探查的路线跟社区讨论的 然后 其实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 由各地提供来的路线都怎样 就弯弯曲曲 是一个无效率的环岛路线 因为当地人会告诉我们说 你来到这里之后 不要去什么地方 就肥没来过 所以那个路线呢 就走来走去 就是我们的环岛路线 其实 一开始我们四种的路线 很多后来改掉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绕了 然后呢 所以后来就是 又找了一批志工 然后我们又把那些路线 再做了一些修订 最后在7月的时候公布了 山线一圈 海线一圈 屯线一段 2877公里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那时候公布路线之后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 第二阶段的工作就是开始 这个路线周边的美丽风光保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参与了很多的运动 还有就是滤网活化 所以那时候 有开始做一些社区的辅导 包括像刚刚说的旭海 就是阿朗伊周边的社区 还有我们长期在大南澳地区 做原住民部落的生态旅游的辅导 那用工作假期的方式 来做步道的守护 跟发展生态旅游 那这个阶段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跟工程比较相关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 开始选定一些地方 来推动我们刚刚说的 去除乡沿山海的乡间小路 在宜兰的东山乡 八宝到泰河这一段 1.5公里的路线 我们跟当地的居民说服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说服 跟他们讨论 原来的路线 原来路线是像这样 我们跟他们说 这个农路呢 其实沿着这个河道两边都可以走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让一条路 变得车子比较 你可以走旁边的替代道路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两边的柏油刨除 让路再缩减一点 刨除的柏油用来干嘛呢 种树 那光是种树这件事情 就跟当地人做了很多讨论 因为其实农民会在意的是 树的阴影会影响作物的生长 所以就要去看说 具体的指认 就一天中太阳的移动 然后树可能阴影会落在哪里 然后我们要在哪里种 然后农机具要怎么下 进出这个道路 其实要好好的去做好一条路线的 这个规划是需要非常高度的 讨论跟参与式的 好那 除了刨除柏油种树之外 就是他们后续也同意说 他们会去养护这些树 然后我们提供一些这种石块 可以让人家做的 然后呢沿线的路灯 把原本 原本这个是原本的路灯 这乡间常见高高的 然后夏天的晚上 你会看到一堆虫在那边飞 然后那 可是呢 我们把它降低它的高度 变得像右边 实际上后来不是那么日本 但是一样也是只有照角边 那它就可以怎样减少 我们抬头看天空的时候的光害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星空 我们可以看到月亮 对不对 不会是像以前都会光害很强这样 但是一样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照明需求 其实照明需求有很多种替代方式 包括说感应室 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亮 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就可以减少光害 好 然后这是后来实际改善的状况 就是树长出来 然后晚上其实是没有光害 就是这条路线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走的 因为它是有照地面的 然后 在那一条路线上 现在树已经长很大了 因为居民都会去照顾 好 这就是实际的路灯的样子 后来的升级的路灯的样子 但 那个最后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遗憾的是 旁边的水 水浚的路 不是路 水浚的路岸 那时候我们想要把它改成气石 结果后来 那个很困难 就是因为工 包括 宜安县政府的工程经费等等 好 所以后来那个水泥没有打掉 就是还是维持 这个是 我们其实是希望透过示范区的话 是跟人家沟通 好 那第二个示范区就是台南市政府的 山海券绿道 吴茂晨老师会讲到 那当时是只有规划台南市政府的部分 好 那这个 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 这内容 这到时候他都会讲 所以我就跳过去 好 这是 呃台南的山海券绿道的部分 那 第二阶段里面 除了两个示范区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就是跟社区还有跟大众公众的媒介 就是少做步道 好 那这个我之后才会讲 所以我这次也跳过去 好 那这个 这个上礼拜讲过了 好 就是我们怎么发展步道学 其实跟 我们对交山的这个步道的价值 等等 所以那时候调查出来的可视化的比例 好 然后 步道日 步道学 那 启发我们第三阶段的 其实是前期 我们会发现说 诶 那个 很多人大家 跟台湾沟通步道的时候 大家想到的步道 都是山区里面的 步道 大家不会想到说 是 都市的人行道 或者是公路旁边的空间 或者是一些 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广义的 步道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就 开始 在第三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突出绿道这个概念 好 那我讲到绿道的时候 我就先跳出来 知道 第二阶段要进入第三阶段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跳出来看一下 国际的 国际的状况 好 大家需要休息吗 不用 好 大家有 那我们来 看一下 其实 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 还有很多没放进来 但是我自己出路 稍微整理的 就是 我那时候 2006年是去美国 阿帕拉西山境 然后我那时候 心里面就有一张地图 我想说 世界上那种 长距离的步道 在我有生之年 能不能去 去一个地方 然后就用图灵 盖在地图上面 这里面大家知道几条 或走过几条 走过不一定 但知道了 有几条 哪几条 知道 朝圣之路 西班牙朝圣之路 好 还有 世国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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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过吗 是走完吗 ok 就是有去过 ok 好 还有人 大家看那个数字 这个 这里面 阿帕拉西 阿帕拉西三千五百 然后 西岸的太平洋屋极山脉 是四千两百八十六 其实阿帕拉西如果加 那个 加拿大的境内 国际阿帕拉西山脉是五千五百多 美国 光美国就很多没画出来 因为这个图太小了 有一些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步道 从美国东西岸连接的 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分水岭 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条的 长距离步道 那这些步道呢 其实 就是吸引非常多人想要去把这个 梦想把它完成 那另外有一个用时间序列 刚刚是用空间序列来看这些长距离步道 时间序列来看呢 其实那个 大概是在七世纪左右 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路跟熊野古道 熊野古道大概跟朝圣之路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 因为朝圣的原因 人当时走路 必须是靠走路去朝圣 所以慢慢走出来那些路线 那 这边 1689年是日本数都变入了 大概从这个 20世纪初 就非常密集的 有各种各样的长距离步道的串联 包括 美国的 然后 法国有一个 GR大步道系统 现在一个6万公里 然后 非洲的这一条 那到欧盟整合之后 开始出现了泛工步道系统 就是你可以从 比如说 从挪威走到意大利 或者是从 西班牙走到土耳其 我现在讲的 待会我们都会看到这些地址 好 然后 那 香港呢 很有趣的是 香港居然 这么小的地方 有一个 排名全世界前20大的 香港麦里浩劲 才100公里而已 并不是说 它的长度有前20大 但是 它居然是 大家票选 最喜欢的 前20大 那这个是 港英政府的时候 有一个总督叫 麦里浩 他 1979年 所以到了 今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是40周年 好 然后 我那时候去纽西亚的时候 走这一条 大概 这个是 三千公里的北岛 接南岛 好 然后以色列国家步道 有一些 比我们千里步道 再晚的 还是有陆陆续续 出现一些新的 长距离步道 这些我代表也会讲 那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 这一些 长距离步道 它们带给我们哪些启发呢 我接下来要讲 绿道 线形概念的 九个 九个启发 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是 通行权 这件事情 通行权力 这个比较是属于大英国协系列的 在谈现行概念的时候 第一个要处理就是通行权 它 它不像我们 过去对于步道的想法 就是一个实体建制的步道 对于欧洲跟这个大英国协系列的国家来说的话 漫游权利 你不必做好步道 但是你能劝保人可以漫游 在乡间自然漫游的这个权利 而且这个多半都是从罗马时代留下来的 非常多的步道 就是你只要劝保人有在这些乡间通行的权利而不被局限 听起来这好像没什么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个权利是经过抗争才争取而来的 这个故事大概要从大概是18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有非常多的庄园 就是有一些贵族把这些地变成私人的 那个私人的地之后 变成有一些 罗马时期就留下来的古道 或者是有一些山是禁止人进去的 因为这是私人财产 那 可是呢 这对于英国人来说 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声称 那个山后这条路 大家都在走的这条路 会是私人财产 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抗争 争取 他们还是要能够去山上的这个权利 所以后来在1949年的时候 就是英国就通过了一个所谓的通行权法案 就是 他确保 人有通行的权利 而当通行权的人经过私有财产的时候 必须要尊重私有财产 就是他不能跑到人家的那个庄园里面去 他可以路过 但是他不可以停留 或者是摘他们的水果 那当然其实更那个的是在北欧的话 其实是只要在林地里面的草 那个蓝莓啊 就是 梅子类的东西 或者是香 大家都可以采 就算在私有地上 所以 我觉得那种 漫游乡间的权利这件事情 他感觉是抽象的 可是他其实是形成具体的步道通行的关键 概念 那回过头来看 我们会常会发现说 在台湾呢 我们很多步道其实是 要有建制的 有步道头跟尾的 然后突然都是短短的毛毛虫 有没有 我们现在过去习惯的步道 其实是一段一段的小毛毛虫 出了以后呢 其实就不适合能走 或者是 可能不能走 那 但是长距离步道的一个关键是 你要能够连续的通行的权利被确保 这个概念 那现在这个图上显示的是 纽西兰跟澳洲 他们就有所谓的 有一个权利 就是 他们叫做 女王的项链 Chris Chang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 比方说 在他们的法 那个法律观念里面 河岸或者是海岸 这一段 沿着河岸或者是海岸的这一段呢 这种是不可能被私有的 他是女王的 也就是属于 属于女王的就是全全国的 那但是在 纽西兰跟澳洲有非常多的农场呢 他可能是比方说 这条是路 这条是马路 车子的路 然后有一些农场呢 就 占据了这样一块地 这可能是私有地 然后这也是私有地 然后私有地 私有地 所以这边都是围来 周天没有路 所以就会影响公众的人 要去到 Chris Chang 旅游的 或者是去钓鱼 或者是去清静自然的权利 所以呢 就引起了非常多的纷争 就是到底 这些明明是私有地 可是他会影响到公众要去到这个 河岸的自由 所以政府就必须 他们就有一个通行权委员会 就是他们要协调 这些农场必须要开一条路 让人可以倾听到这个地方 所以但是还是私有财产 政府没有去征收 就是这个他就是在协调私有财产 跟通行权产生的冲突的时候 提供开放土地的地图 告诉你说 你可以从哪里清静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通行权这件事情 在我们台湾实际推动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重要 台湾目前还没有引进这个概念 比方说我们在做那个章字系路的 国家绿道的串联的时候 会发现像比如说南庄那些地方 有很多以前公众通行的路线是古道 但是呢 当它变成豪华农舍 卖给新的地主的时候 以前都是 大家都是给方便 大家大户人家就会说 我的私有帝但是让大家走 甚至我出钱把这条路修了 结果呢 当他卖给别家之后 那个人就把果园 或者是什么的 那个围莱茵 就这个路就不准人家过 但是他其实是通行已久的路 那所以这就会 当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确保通行权的话 就会影响到这些古道的连续性 那古道就会变成一段一段的分段的毛毛虫 所以英国他们是以通行权来取代实际的步道建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路大致上都是土石路面 然后以不太去处理那个路的本身 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无障碍的通用设计 就他们也会非常强调 国外也非常强调就是 行动不便的人 亲近自然的机会均等 但是这个机会均等呢 跟这种通行权利 这种基本人权呢 它不是大量的改造自然 满足人的需求 我在英国发现很有趣 就是他们这边设了一个无障碍的停车场 可是他路其实是碎石路 那他们为什么会声称这是无障碍呢 包括说我们那时候去英国做手作步道的时候 我们去这个很有名的BTCP这个组织 发现他能够把手册里面呢 有很多的章节在处理什么 就是通行权 还有就是农场为了防止牲畜出入的围栏 但是要让行动不便的人经过的时候 那个围栏要怎么设计 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他们都在处理这种 通行权上面的互相抵触的工法 那而且他们呢 并不是去把那个路铺的搏油 或者是铺的水泥让人家可以走 而是靠什么呢 很多路段他其实只要坡度够平缓 但是他不是去赶上路面 而是做什么呢 做租界大轮的那个轮椅 大轮电动轮椅 你就可以做到无障碍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改变那个自然 要符合人的随便 你都要怎么样的需求 所以他的 他的共融 你们可以看到像这一条步道的上面 有主摩扎的有婴儿车有轮椅跟这个应该算是什么电动代步车 对 就是这一条步道他可以提供这样的资讯 告诉你说你可以到哪里去免费出这一条这个车子他就可以来 那你也可以自己来 那他会告诉你 在图面上会告诉你每一段的坡度 他就会让你自己衡量 你可不可以去 你自己衡量 然后这些都是 共融式的户外体验 在地形状况许可的情况之下 有各种各样的 包括像最右边那个 右上方那个 其实是阿帕拉西山境 然后这个地面其实是 是汤石的土石路面 好 那 这个无障碍的大约有一些历程 这些我就跳过 他北欧呢也是一样 他透过 把非常多种不同的使用者 纳入 步道的规划 来达到无障碍 像他们如果要去做一个赏鸟设施 他里面就会有 当地的赏鸟俱乐部 有行动不变的组织 有学校 有当地的这个文史工作协会 或者是建筑师 工程师 参与进来之后呢 他们的 他们把 就是让行动不变的人 去亲近自然这件事情 纳入在他们的所有的议程里面 像比如说 老师 我 我稍微理一下 有一个问题 最近好像国家公文在对那个 对那个武障碍 像白亚古道上面就是一定要把它 敷衍的一股面 好 如果我们遇过像这个护占道 或什么脊椎脂肠的 你不懂一种叫我们把这个改善掉 要可以替你一股面 那国家公文也信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 我 我 不自然接着你说的那个状态 但我在想 那国家公文很多要推一条 不障碍波上 那个不障碍波上 要要要要求到时候 不可以有这个 那个不障碍波上 会有一个震动的 你如果说震动的 我先就这个 因为 每一件事的话 我会习惯从细节去的 因为它会震动的不太样 震动通常是来自于 那个指滑条的跳动震面 没有是这种震道的 它应该是有指滑条才会跳动 如果是一般这种震道 不会跳动 我们做一座山岳吊桥 那个 就被人家紧张收视过 因为上面是震面的 会有 山岳吊桥 山岳吊桥 可以让行动有点上去吗 是无障碍化 是无障碍化 可是我们前面有一段是那个 破水的震面 就是有一点点震面 嗯 一定不容易可以走 可是它就是说脊椎脂肠的 我们为了这件事 你讨论了好久 嗯 那最后要把脱水的震面 变成起司 是不容易震荡的震荡 震荡震荡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 原来震荡也是那种 土石的很漂亮 这样 好 那现在有一半的是 要变成一个震荡震荡 这样拿起来 我觉得那个要实际 交往破诊 实际去到那个状况去了解 那也可以 所以我现在这里就在谈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提供通用环境的时候 其实可以提供辅具 提供软体 提供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克服 那但是如果在它的自然条件 就是美国有几个原则 有四个原则 好像是再不影响自然景观 再不破坏自然环境 使用的材料不会伤害到自然环境 反正有四个情况之下 就是 在这个四个前提不会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做无障碍 所以也有可能 比如说以白洋步道来说的话 白洋步道那边 它本身就是以前是可以开车的 它是矿的那个路 被施工进去 对 所以 呃 在那个状况之下 如果要讲到使用材质或者是 其实本身在这过程中 不会对自然上有太大部分 它有可能 可以有条件的使用 但是 比如说透水瀝青 或者是 就是在材质上面 可能就要去考虑到透水瀝青 那不会是这样子OK的 对 可是 我们最近遇到的就是脊椎齿伤了 不可以走 有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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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跳动会对 不同的伤 不 这个这个要细讲 然后又 小而麻痺的 跟脊椎损伤的 不在需求不一样 对 对 像我们 步道我们 也 慢慢友善一点点 因为 各种生长的人 各种有的眼睛好不见的 对 有的是 可以走的 只是它 要做如意的 或是它有东西拿的 有扶手 最有上扶手 下扶手 所以在这一种 所以我们在受伤 步道有这样 可是也有遇过 无障碍协会 他说 这个受伤要无障碍化 他一定要求这样 无障碍化 可以居付 就是在 不要出现 我们有 像那个给受伤 你登场那边是 要无障碍化 那个 可是一 上到登山步道 他自己说 为什么登山步道 不做这样 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东西 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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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做起来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到 刚刚我说的这个 就是 事前的参与式讨论 纳入不同群体 当这个 就是比方有人这样主张的时候 而另外有一些赏鸟团体 或有一些环保团体 他可以告诉他们说 那样子可能会跟自然团体 有什么样的抵触 然后工程师这个部分 提早知道什么样的需求 是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去在那个条件之下 去寻找适合的材料 就可以减少到后端完工之后 然后可能使用上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是沟通在前 然后提早纳入不同的意见的人 他们在这个里面 能够互相的沟通 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像他们在做那个设施的时候 以这个左下方在这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野餐桌的设计 其实应该 大家知道这湖上来怎么使用 他没有坐两边都是椅子 通常那样子就排除线 就是做了一个人没有办法 他移动位置才可以进来 那刚刚讲到小的麻痹 和脊椎损伤 能够移动的状况不一样 脊椎损伤基本上 没办法移动很难 他如果要移动的话 他比较是平行的移动 他不能够 像小的麻痹 如果大家有看过 他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这样做到对面去换位置 那脊椎损伤的话 是只能平行移动 好这个就讲得更细 但总而言之 他在各种设施物的需求上面 保留了公平参与的机会的设计 或者是说 比如说傻鸟设施 考虑到小孩子可以看鸟的地方 这一些 这都是北欧的一些 那另外这也就是讲到 赤障或者是弱势的人的需求 像这个右边这边就是 他透过颗粒 就是铺面碎石颗粒的变化 让眼睛不是很好的人 他透过走到那里 就是知道自己走到铺到外面去 而不会直接从场地的掉到沟里面去 就是这里面有些设计 那包括绳索的引导性 让他们可以扶着这个知道度的方位 或者是说一些展示物 这些展示物是用模型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摸 那同时也可以重现一些遗迹 有一些遗迹是你现场看到的都不完整 但是你要还原示意图 它又不是平面的 它是可以用摸的 这样的通用性都可以增加 就是有更多人可以使用 然后就是刚刚讲到的扶具 在一些场馆内 如果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 小孩子的悲难的租借等等 那包括我们在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 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做国际的无障碍的步道 跟国内的国家生理游乐区的无障碍简合 其实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提供无障碍的机会 就是我们去做体检之后 把它分成四种不同的等级 然后完全没有机会改善的 就不需要提供无障碍设施 那这个是我们去日本的金泽 参与他们的无障碍栈道 然后他们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他们是让大家基础的是由他们自己先做好 然后平面的部分面板是让大家买的 就是就当作是一种木款 买了以后你可以在上面画画画 然后你可以买很多块 然后你就可以画一个很大的画 那全家都可以参加 小孩都可以帮忙画完之后去定木板 然后行动不便的人也都可以参与 所以第一概念就是在讲通行作为一种基本安全 但是我这边稍微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认为在城市里面 在已开发区域的城市里面 通行是基本安全 那但是进入到自然的时候 这个通行权是自然给我们的特权 这样大家理解吗 就是不是我们到自然非常越原始的自然环境里面 我们并不能要求什么地方都要让我们随心所欲 哪里都可以进去 进到自然其实是自然给我们的特权 好 那第二概念 第一概念就讲这么久 第二概念开始讲快一点 第二概念就是我们可以从国际的这些长距步道或绿道里面看到呢 把时间导入到空间里面的文化路径 或者是历史步道的这样的概念 这个有很多大家都知名 比较说我们现在又可以看到那个是四国辩路很好 那这是刚刚讲到西班牙朝圣之路 其实从中就是欧洲各个城市要到西班牙的Compostella 大教堂去朝圣 走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路线 那真正被世界文化遗产指定的 其实就是这一段越过毕丽牛市山的法兰西之路 另外还有北方之路 那这个路线其实是第一次在2003年的时候 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范围内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改变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以前的世界文化遗产讲的都是点 我保护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点 那可是呢 一条路线被保护这件事情 以前没有在这一条步道被讨论之前 其实并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并没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他们在1994年提出来 应该要纳入 然后2003年正式纳入的时候 他还提到说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见证 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人类互动 或者是货物思想知识价值观的互相的影响 产生了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 而这样子的通路 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依照它的地理位置 可以划分成陆地水道水路混合或其他通道 这些都可以 就被称之为文化路径 它就开启了我们对于现行文化资产保护的概念 而且后来还把哪一些纳入了 就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大家比较能够想象 但是更厉害的是 它把大航海之路画起来 大航海之路是海上的路 而且有好多条不同的路线 那它其实就在讲的是这个历史意义 它所它的重要性 那个现行空间所代表的重要性 而且这个现行空间 尤其是从美国 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个联合国的系统 所以它另外有所谓的移植廊道的概念 跟文化路径是差不多的 我们从它这个图示里面可以看到 文化路径所保护的主体呢 不是只有步道本身 步道本身就是那些虚线的吧 中间那一条虚线 但是它讲的是一个廊道 这个廊道呢 是涵盖着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各种移植 然后这一些个别的移植 比方说 美国的一个运河 运河移植它废弃了 但是它把这整条当时输送 这个物资非常重要的一条运河 指定为文化路径 那它就不只是运河本身 包括运河周边的仓库 然后饮水去做那个磨面粉的末法 这些东西你如果个别去看的时候 它都构不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历史建筑 或文化资产 但是它被涵盖在运河相关的这些点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文化路径 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 所以它的保存的范围呢 就会涵盖到旁边跟这个主题有关的路线 然后它可以活化的方式非常多 比方说像这个 这是运河现在的样子 就是等于是没有水 然后这个是闸门 这个闸口呢 就是注水的时候可以让船可以升起来或降下去 那它这一段就是以遗迹的方式保存 然后旁边就变成自行车道 那这个自行车道呢 原本其实是什么呢 是当船要逆流而上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会用受力 用驴子拉船往上走 所以以前那是驴子走的路 然后后来变成自行车道 那这是遗址式的复原 有一段它就注水 保存的状况比较好 然后比较靠近大众层次的地方 它注水 让观光船可以走运河的这个感觉 然后而且还有穿古装的人 牵着两个驴子拉一艘船 观光船 所以其实你可以是遗址式的呈现 或者是如果保存很好的话 你可以让它的这个功能重新再现 或者是改成其他的用途来呈现 一条文化路径 依照它的不同的状况 保存状况可以做不同的文化再利用 好 那日本的部分 包括像刚刚说的 历史六号空领街道 那这个是运沿的路线 从日本韩到太平洋的路线 好 所以刚刚讲的是 把时间带入到空间的时候 可以延展出来的文化路径的概念 第三个概念呢 是悟道的灵魂 悟道是一体 但是它的灵魂来自于人 那所以就是制宫 怎么参与到悟道的维护 这个部分有很多都会跟手作悟道有关 所以我这里大概讲快一点 英国的系统是以信托的方式来操作的 然后那像刚刚说的BTCB 他们呢 就是招募志工去做一些工作假期 那假期是付费式的 然后做的事情 从包括树啊 生物多样性啊 建筑物啊等等 都有 步道也是其中之一 好 然后他们通常会有一些心理 那这是我之前去过的 我之前去过冰岛 还有英国跟德国去参与他们的 嗯 步道的工作假期 好 这个细节 我就不讲了 好 因为那个其实是要等到手作步道的时候再讲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说的美国阿玛阿西三境 阿玛阿西三境 基本上是这个故事其实跟千里步道的串联的故事很像 就是班顿麦凯 发起要把东南的路线连起来 然后让过度开发的山野可以恢复荒野的状态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志工去维护这个步道 然后1948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全城新增 好 那 美国的那个志工文化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这张照片是 对 还有高额对不对 这张是2008年的地球日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去阿玛阿西三境做步道 那他们的这个步道维护这件事情 已经是庶民 这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做的事 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去做的事 而居然是 08年的时候他们总统虽然穿着皮鞋 但是他还是有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 因为这些人志工的维护使得步道有了灵魂 好 这个是刚刚说的第三概念 第四概念是 就是旧有的交通空间 重新转化 保存这个路廊再利用 那 这个概念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组织 叫Rails to Trails 他们在做非常非常多 里面那个网站里面有各种各样就是 他们从民间怎么样去督促政府 本来有一个废弃的田道 要把它转卖 然后呢 可能这个土地就会变成是开发 或者是这一条旧的铁路线 可能就会零碎化 或者是就变开成公路 那 但是他们做的努力 第一就是把这些空间留下来 让行人跟自行车去活化使用 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Rail Banking 就是把这样的现行空间呢 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下一代的人 他们在将来啊 这个我们这一代可能这个铁路线不用 但是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 他如果可以持续维持这个廊道完整性 不要被占用 那他就可以骑脚踏车或什么 但是将来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发展轻轨的时候 这个路线就不用重新征收 我就举例像这样子 就是 这种公共空间被保存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这个在包括各国都有 这是纽西兰的 就是有一个矿业的旧铁道 把它重新改成自行车道 但是大致上为止 原来铁道的桥梁啊 跟它的原来的纹理 还有一些标志 那如果没有铁轨的地方 他们可能就直接铺上去 这个就是 可以借由原来的铁道路线 发展出来 行人跟自行车活化的空间 那当然 其实国外的 就像我上礼拜应该有人讲 就是手座步道 其实也可以坐单车道 可以坐骑马道 不是只有健行 但是做法不一样 那这个是比较有名的案例 就是纽约的highline 曼哈顿的那个废弃的铁道 后来改成了空中花园 然后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的价格 这是在城市里面的 铁道变绿道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写这个案例就是要讲 那个糖铁 我们希望那个糖铁可以保存下来 活用成绿道 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再利用的空间 它的再利用不是让人家去开车 而是让人家维持行人自行车 安全行走的空间 好 第五个概念 第五个概念就是说 步道保护的不是只有本体 还有周边的廊道的空间 你所看得到的天际线 景观都应该被保护下来 那这个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 比方说在英国呢 英国叫做AONB 就是北立风光保留区的概念 这个北立风光保留区的定位 比国家公园还要低 它主要是保护景观的一致性 然后在这个区域内的 它有它保护景观一致性的标的 然后所以你的建筑物或者什么 就必须要受到很严格的很规范 才能够保护这种乡村景观 那在英国还有一种叫国民信托 是私人的手段 就是我私有地主信托给一个工县力的组织 那我虽然土地或者是房产一直不断的传给我下一代 但是我的这个景观跟地上利用的形式 是一直被保存下去的 不管换成是后代子孙是谁都不能够随便乱动 那日本也有所谓的龙猫森林 也是跟环境信托有关的 然后这个是属于英国体系的大概 这是纽西兰的信托 然后日本还有一个概念是强调所谓的李森 那这个我们下语会讲 那美国呢就是用国家步道法来保护 步道周边的缓冲带 他的保护方法跟刚刚那个画区域有点不太一样 他是这条步道本体的周边呢 他尽可能把它征收 或者是设定地义权 是要工作使用 所以他就不会 就是他不能够去 地主不能够去跟动那个状态 所以国家步道法有一个这样子的规范 好 那第六概念呢 那第六概念就是不断不断的连结 距离越来越长的步道 不管是一个环圈还是一个长距离的步道 这个在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长距离概念里面就有 这个右边这一张就是泛欧步道系统 有14条 那个总共加起来也是六万多公里 然后 那 我们比较最近做国际交流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韩国的冀州偶来 偶来是什么意思呢 偶来就是从家门口通往大马路的小景 然后这条 这个是方言 韩语的方言 那他的 这条的标示就是这个蓝色的小马 然后他是环境都倒一圈 总共四百公里 二十一段 好 那这个刚刚说的美国东岸西岸的长距离步道等等 这些还有那个北卡罗来纳州的从山到海步道 这些 这个刚刚都讲过 那2017年刚完成一个世界最长的 两万四千公里的长距离步道 加拿大 The Great Trail 他们是花了25年的时间 串联了两万四千公里 然后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公园 或者是他们既有的一些美丽的路线 把它连起来 这个非常的厉害 两万四千公里 好 这就是我刚刚说香港迈离浩劲 你走这条路完全感觉不到那个什么 高楼大象车水马龙 很多名牌商品的香港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漂亮的香港 好 所以第六概念是长距离串联 好 那第七概念就是在都市里面的人行的权利 好 那这个有非常多种做法 包括日本的同学路 或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设计 其实在不同国家 他的交通工具不一样 自行车道设计会不太一样 那这是之前我们整理的这些东西 那也有一些是全国的挑战型的 像英国就有这种长距离的自行车道 纽约呢之前做了一个 呃 这是第七概念 第八概念是什么呢 把自然生态带回城市 然后不要让路变成千哥漆地的 而是变成逢古漆地的绿网 那其实最有名的案例是这个 荷兰 荷兰的国家生态律网计划 从1994年到现在 他们的做法就是盘点湿地跟自然保护区 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地方都是一小块一小块 那但是他要透过路廊缓冲带 把这一些路线连起来 来提供生物可以移动的空间 所以那就会变成是 你要知道目标物种是什么 它的移动习性是什么 然后来让那个 呃 那个路线可以风波起来 那也有一些蓝带跟绿带的规划 那包括日本的这个呃 呃 圆兵卫川啊 或者是在呃 呃 其实可食必景也是一个 在都市里面可以公布 这个欺利破碎 还有提供人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案 那这个是法国艺术家之前在强调绿带这件事情 所做的这个艺术 好 这个是荷兰的生态绿网里面 针对道路的切割 所做的一些生态廊道的调查 就是 那我们之前在台北的部分 也有做过这个绿网的盘点 那这个我就跳过去 好 第九概念也是最后一个概念 就是 这个步道 长距离步道的理由 要怎么样兼顾保育社会跟经济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经济面 啊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 让当地人有一些经济上的发展 其实谈保育也是不太可能 那所以 呃 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 的方式 比如说日本 李山活动的这个做法 纽西兰在保护区里面有所谓的特许 特许的做法 那特许的做法 我稍微讲一下好了 这地方我都跳过 好像是比较政策型 比方说呢 他们会区分 最近 最近有非常多的 这个讨论的议题 是围绕着三菱开放 三菱开放 我不知道大家对三菱开放的 看法是怎么样 好 那 呃 我们台湾人很容易会觉得说 三菱开放就表示没有任何限制 去哪里都是自由的 好 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像刚刚讲的 英国的通行权的概念 其实是 你可以走路 可以践行 但是不可以在里面骑脚车 你不可以在那边路营 为什么 因为那就相当于是 呃 无害通过的权利 就是 你要可以一直穿越 不停留 不会造成这个旁边的 私有财产 或者是保护局的一些损坏 你必须在指定的地方 才能够入营 好 那 呃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台湾 现在也还没有处理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商业活动 可不可以叫做 我个人自由 好 举例子来说嘛 像之前嘉明湖 嘉明湖悟道 曾经有 团体要去办野跑比赛 野跑 比赛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大家要交钱 然后 他是办一个活动 对不对 那 那个时候 主管机关 台东领馆处觉得 嘉明湖悟道 他的承载力没有办法附和 所以后来没有许可 他们办野跑比赛 可是主管 就是主办单位 活动的主办单位就说 其实我不用申请 我也可以做 因为 我是可以单工的 我只要不申请山屋 我可以 跑进跑出 这个部分没有限制 哦 大家觉得这样说法是对的 哪里有问题 办活动跟个人的通行权 不能混淆 大家能够理解吗 以纽西兰来说 纽西兰他们 包括登山见行这件事情 他盖山 有一些 他的山屋有非常多种 有 步道也有分级 山屋也有分级 有很简单的 不用钱的 也有付费的 有人管理的 但是有付费 有人管理不表示有人 服务你 这样大家理解 服务里的是另外一种 商业活动 像这种就是 用纳税人的钱 我举这个例子好了 就是 纽西兰 南岛有个米佛 国家步道 他一天只能够 申请40个人入山 所以不是没有限制的 首先他有环境承载量 然后他申请40个人入山之后 他可以住在 他要付费 然后住在有人管理的山屋 就是像这样 然后自己组等等 但是呢 商业队不能够住这个山屋 商业队必须取得特许权 另外去盖山屋 或者是 他如果是要住这种山屋 然后他要付比别人 一般的登山客更贵的钱 这样大家理解吗 那这样才会有道理 为什么 你用纳税人的钱 盖山屋 是要给大众可以去的 我们爬云山庄 不是很难抽吗 大家爬玉山 现在都不是一直在抱怨说床位不足 对不对 其实不是床位不足的问题 玉山有没有游客承载量的问题 有没有生态是难用 他其实应该要限制 包括步道也有他的承载量 那 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床位抽不到 其实关键是什么 是商业队 商业队的人呢 他们可能就用身份证 他有很多身份证可以去抽 然后到时候再换 团员可以换 对不对 那所以 当我们没有区分一般使用者 跟商业使用行为的时候 商业使用行为他会搭电车 对不对 他用公众纳税的人的服务 得山屋的资源赚自己的钱 然后排挤了一般公众的通行权 那有些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就是在进入他们的国家公园 或者是保护区的时候 只要不是一般的通行 什么叫一般通行 就是十人以下 没有引力 这种他通通都要申请特许 所以如果被他发现说 你是带团来助他这个 你又没有跟他申请另外给他更多的费用的话 就会被处罚 那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 这些商务的制度 这是一般人的收费 其实费用还蛮高的 但是要有收费才能够去做支援的管理 那他 我这稍微讲一下就是 针对一般的青少年或者是国人 他们就会给他这种半年或一年的票 还有17岁以下的折扣 这样子就可以鼓励年轻人呢 不用付那么多钱去使用这些设施 那他另外有一种特许公司 这种是一条路线只核准一家经营 这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台湾现在的商业队怎么样 恶性竞争 消价竞争 反而变成 原住民被剥削 协作被剥削 对不对 因为要便宜 那如果一条路线只准一家商业队经营的时候 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那这一家过夜型的商业队呢 他必须要自己盖山屋 不能够用一般的纳税人的山屋 然后他自己盖的山屋 必须符合各种环境法规 还有水跟电的特许 所以其实他们的收入 我那时候去纽纪来访问他们 这一家公司 他们的收入有百分之六十 都是要交给国家的 百分之四十是他们的自己的收入 然后扣除员工的费用 这才是他的盈利 那为什么要到百分之六十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税啊 然后特许权利金啊 还有就是那个 这条步道的维护的经费 一半是要他们出 每一年政府会拿帐单给他请款 但是这条步道维护是政府的雇用的工人 直接在维护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他们的步道的一团的收费 其实是非常贵的 比方说以这个米佛步道五天四月来说的话 一个人是一千九百三十块纽币 纽币是大概我不知道现在怎样 那时候是乘以二四 一千九百三十乘以二四 几百分之多 对 那但是呢 参加的人就怎样 不用自己背那些重装 他每一个山屋里面都有 他只要背备单就好 山屋里面都有人管理 所以他其实都可以轻装走完这个长距离步道 所以他的行程也很热门 那他有没有承载量限制 有啊 他一天只能够五十个人进去 所以整个米佛步道每一天的游客承载量 他必须要承担一些生物多样性的 比如说进去那条步道 为了避免外来种在鞋底被带进去 所以要清鞋底的漂白水 然后有一些外来种的捕捉的工作 还有环境教育的这些 通通都要做 所以当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市场 来填补这个民众他们的准备不中 所以他如果是付费 他可以确保安全 然后得到环境教育 然后商业公司缴给政府的特许经费 可以让政府有经费去维护好这些自然资源 来提东远民众一个好的游戏的体验 他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比较少去谈到说 这些步道或绿道创造的经济层面 以及在地社区或原住民优先的概念 甚至最近不是还有一个讨论是那个哈游溪 哈游溪化设自然人文景观区 必须要由当地才能带领进去 要付费给当地 就三年就很多人开始说什么 原住民拦路抢劫 坐地收费 封就是把这地方封起来 变成是他们自己的盈利 其实如果他是一个精致 这个自然人文景观区 是依据发展观光条例里面设的 然后是由物台相公所 还有就是各个部落会议达成的共识 他们可以来维护这个自然资源 跟让人家进到他们传统领域去参观 但是你必须要用他的服务 但是同步的就是屏东建设 你必须要去辅导他的服务 要提高他的品质 比方说他们的阵兆 他们的车辆的维护 遇到紧急状况上 他们可以处理 有急救的能力等等 他必须同时提升这个 然后也应该要收费 然后外面的人要透过他们进去 这样才可以保护那个山区的 包括文化的权利 还有就是自然资源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来说的话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九概念 把经济的面向导入 好 那刚刚我秀的那几个是 如果大家对纽西兰安理有进去 因为我没有时间讲太多 就是你去YouTube上搜寻 我在2013年的时候 带公共电视去那边的几部影片 就是纽西兰步道解密 就可以看到比较细的细节 好 那回过头来讲呢 就是 因为这个国际的绿道的九大概念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绿道 从非常城市型的到非常自然的 现行空间提供人使用 各种路行都存在 那就像我刚刚说 比较靠近城市的 它是个类中心主义的 越靠近自然 就是应该以生态为主 那所以它的不同的设置 就好比我们在 下一次讲到手作步道的时候 就会提到说 手作步道它在非常原始的山区 或者是在古道 或者在非常城市公园里面 做法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步道分歧的概念 因为使用者需求 因为环境的敏感程度 步道不应该只是一种想象 好那 呃 所以我们后来就 在台湾 推动这个 呃 台湾自己本土的七条国家籍绿道 那这是我们历年出版的守护地图 上次有给大家看的是 今年是以山海郡为主的 台南周大关谷地图 那这一张是在讲那个前山生态保护 就是绿网 绿网的概念 然后这一张是在讲文化路径的概念 用的是1880年康熙的时候 第一张前后山台湾渔图 然后上面都是古道的路径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从进入了千里步道2.0第三阶段 就国家绿道的阶段 步道守护制度化的阶段 我们第一个是推动淡然买年三斤 那淡然买年三斤希望能够做到几件事 就是能够跨县市 那路线不再只是毛头丛 它变成是长距离的 但是这条路线呢 是基于北台湾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 生活记忆 然后它能够从台湾海峡走到太平洋 从台湾海峡走到太平洋 最简单的路应该是哪一条 其实应该就是这一条 那个 这条只要越雪山山脉而且不高 越往中间就越高 好然后那我们希望能够倡导 我们找到的古道 既然已经持续百年以上 还有呢 旧的时节或者是传统做法 显见它非常耐用 所以我们要以传统工法为主来修 那整条步道必须要有分歧 好那 这里面我稍微解释这个 刚刚没讲到的一条路 这里就是我们把刚刚说的文化路径的概念拿出来 然后开始推动淡然的 其他的都讲过了 但是这个没讲到 就是 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路径 是不能走的 然后 历史上也只走过一次 这菜也没走 在那之前也没有人走 在那之后也没有人走 然后现在也没办法走 那为什么他们把它画出来呢 在这国家历史步道 美国的类之路 他是在就是 呃 他在讲的故事是 白人的政府 那个 他们立了一个法令 然后强迫密西西比和以东的原住民 必须要迁徙到中部的奥克拉荷马州 这个新出来的一个州 原来原住民都住在密西西比和以东 比较肥沃的土地 很平坦的地方 那白人在他们土地 所以就强迫他们迁移 那这个迁移的过程都要翻过阿帕拉西山脉 这个天险 呃 然后 有一些原住民部落 迁移的时间已经接近冬天 或者是在冬天的时候 所以阿帕拉西山脉已经下雪了 然后这些原住民部族在 就把全家的家当用一个板车 或者是背着 或者是 就是反正沿路走 老洛夫人就死掉很多 所以这条路线呢 他们以前也不用这样走 走过这一次之后 沿途呢 非常多血泪的故事 在白人的历史教科书上面没有 然后 但是在原住民的口传历史里面 一直到1968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步道系统法 他就依据原住民的口传历史 把这个路线画出来 然后呢 这条步道的 一开始就讲说这是一个不正义的路 这个不正义的路 是要让后代永远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曾经犯过的错误 那所以沿线呢 会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会有解说牌 但是他 基本上没有办法这样子从头走到尾 但是他是国家的历史步道 这也是一种文化路径 所以当我们在讲文化路径的时候 还有很多种概念 那基本上在淡然古道上面都可以运用 就是淡然古道上面也有发生过白色恐怖的地方 那他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记忆的路线 那或者是还有一种历史文化路径 他其实跟城市的重要记忆有关 像这是波士顿的那个自由之路 波士顿这个城市呢 有两条历史文化路径 一个是自由之路 一个是人权之路 自由之路讲的就是什么呢 大家想到波士顿会想到什么重要历史世界 独立战争 独立的 独立的光 OK 就是倒茶叶 开始革命的那个地方 所以 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点 他都把它标出来 然后用一条路线 来认识这个历史 所以他跟前面那几种类型又不太一样 那人权之路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解放黑奴有关的路线 所有跟解放黑奴有关的重要的事件都是 好 那其实香港也有文物界 那所以我们台湾呢 那时候就想说淡蓝北 淡蓝山 百年山静呢 从台湾海峡走到太平洋 在雪山山脉往下看的时候 非常壮阔 然后龟山岛啊 整个东海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条路线呢 他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把 刚刚说的第九概念 有没有 文化路径跟在地的经济连起来 我们从在地的古道开始走路线 历史记忆 然后变成开始有人去践行游戏 然后很多以前 比如说双溪这个地方好 以前从台北走到宜来 一定会在双溪住一夜 所以双溪很繁荣 可是当大家开始开车 或者坐火车的时候 就绕开了 他就没落 可是当如果你重新在推动践行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一定要住一夜 对 所以他的在地经济 你就像比如说欧洲跟美国的 潮叙里步道就不太一样 你去走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时候 基本上是 会从一个城镇出发 走走走走到下一个地方 又是一个城镇 所以你可以住在修道院里面 你可以在那些地方吃饭 你不用背重装 带帐篷 带炉子 可是如果你在美国 走长距离步道的时候 他是强调这整条步道都是荒野 所以他不会经过城镇 你就要背着很重的东西 像苦行一样 就是要走半年一年 把这条路走完 所以很不一样 那当然百合三 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 他是能够住在山村 在当地促进山村经济 然后再继续 所以地方的发展 就会促进他们 愿意把这些老东西保护下来 保护下来 他们就产生认同 然后这个良性的循环 才会让淡然百年山镇 可以被保护 可以维持这种场所精神 所以我们在推动淡然百年山镇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福岛山村 发展生态 所以以一个山村为节点 去发动这个路线 那沿线会看到的这些文化景观 我们希望能够保留下来 然后还有一些石器的土地工 大正元年的碑 所以2016年的时候呢 我们调查了一年所有的淡然古道 而入网 初步有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拜满四个县市首长 台北 北新北基隆宜兰 跟他们说 哎这个路线经过你们这地方 我们能不能把这路线连起来 这件事情是一个创举 在那之前 路都是在某一个主管机关底下 侠管 他不会跨到别的区域去 然后指标也系统也不一样 那 我们要去让四个县市政府 一起做这件事情 花了一番说服 这是第一次基本会 在万华的剥皮疗举办 那一次 我让四个县市首长扮演 在淡然古道上常见的人物 所以他们有一个扮相 大家看得出来他们在扮什么吗 我们先从 最 比较右边那个 比较容易看到的 最高的那个 基隆市长林佑昌 带着斗笠手上拿着一个什么 看得出来吗 一个扮蛋 所以他在演什么 挑出 会用古道出现的这个人 然后 先跳过林中弦 旁边这个是陈生弦 当时新北市副市长 他就是带一般的登山的棒球帽 拿着登山帽 他就是演登山的人 这个很简单 那 柯P呢 柯P 柯P 柯P在干什么 你猜猜干什么 你猜猜干什么 呃 蛮个性的 对 已经 其实 培阳接近 但是我们 这些人 都有的共同特点 就是那个帽子 对不对 带着外国探险家来的时候 都会带那个帽子 对 那但是其实我们是要请他演马接 国士 马接也是戴这样帽子 那马接也是医生 所以那时候找他是 因为马接博士是走过 淡南苦道最多的外国人 哦 然后 那淡南日本人也有走过 那林充弦他要戴什么呢 他 其实 不是 对 其实我们本来是要请他办土地公 我们还租了戏服 就是 整套的都有 对 应该太热了 再来就是其他首长都没有换装 好 最后就只有戴个帽子一试一试 结果看起来就像园外 对 就不像土地公 但其实是要请他办土地公 好 那也包括什么 林沃菊 还有水利处 为什么水利处 因为那个有 翡翠水库水源特定保护区 然后还有这个 东北脚风野区管理处 交通部官方菊的跟 水保菊台北分菊 所以 那个时候开始我们 呃 这个国家运道 走的是由下而上 就是我们说服地方首长 地方首长 大家同意 一起来做这件事 约好每一年首长会试一次 每三个月 他们指定的政府的平台 会跟我们开会一次 所以我们每三个月 开到现在已经开十次 十四次会议 经过了地方选举的改选 到现在过去是还在持续 这个以台湾来说 还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通常就是换了 就停了 好 那第二年的会是在基隆 那基隆这一次我们就 找了28支民间团体 去成立的带来医工队 就是分段去使用 或者是维护这条步道 然后第三年轮到新北市办 新北市在双西渡船头 不办会试 也是四个县市首长 那那一年就是我们正式的 把七条国家纪律道 由国发会送行政院核定 然后所以呢 就从淡然买年三线 变成国家纪律道 所以2018年的主题 是升格国家纪律道 虽然最后大家媒体的聚焦 都是放在柯文哲跟朱立文牵手 就是一找首长就是会这样 就是新闻会跑掉 但是他们还是很重视这件事 去年呢 就轮到那个在宜兰的外奥 我们都是在步道日 就是每年六月的第一个礼拜 又会诗 宜兰的外奥 这一年是淡然古道 淡然百年三线跟日本工程 古兰步道递节友谊 所以就他们来了15个人 日本人来了15个人来参与 所以就走向国际 那今年5月30号 我们会回到台北市剥皮疗 就今年的主题会是台北市的文化 淡然文化境的启动 ok好 所以这个是整个淡然的路线 从淡水厅到格玛兰厅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路线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么复杂的路线 跟我们刚刚说的 国际厂距离步道很干净的一条路 比起来的话 你如果直接拿原来的路线 让人家去走 会怎样 会迷路 会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很定线的 那在这个定线之前 这就是我刚刚说马街走过 然后的老照片 然后这是用GIS系统 把它马街日记里面提到的地点 越多的就越亮 那也包括说 格玛兰厨 凯玛兰厨 或者是悍然在这边开垦的一些历史 日军公台等等 所以我们那时候确定 我们在做律道规划的时候 这个律道是要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出发 考据 但是要符合未来的人 要来践行跟促进社区经济的需求 所以那个路线 有可能古道全部都变成很多路段都变成公路了 那我们也不想要让人家一直走在公路上 尽可能有一些可以做三进的替代 那所以它是一个广义的 不是那种学术意义上面的古道 就是百分之百就走在这个以前的历史地图上面 绝对不能偏差 不是这样 它会有一些替代 那有一些路线可能已经完全崩掉了 那我们也是要找替代的路线 好 那 其实这个光是这个文献的部分 就可以讲很久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从香字 从听字 里面去找到文献 然后考据它的历史 那其实淡兰最早就是平补族 基本上格马兰族他们 都是绕着汉走的 不太会去山上 鱼猎的范围才会去山上 那一直到这个汉人 其实最早出现在 我这个地方我跳过去 我直接用这个地图来讲 我这边用这个地图来讲 变钱顺便讲故事 跟我们怎么去做考据 在西班牙人1626年来之前 是没有文字记载的 所以我们是去翻地方的箱子 然后去看 它原来这一些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那这大概是金包里社的活动范围 开始记载他们有种绕海古道的记录 绕海古道要进关度平原走的就是基隆河 然后会经过基隆的暖暖 就是纳纳社 跟风子制社 就是现在的戏子 那当我们有了这个绕海古道之后呢 汉人会沿着路 开始建立自己的聚落 所以你看从戏子开始周边 就越来越多聚落 然后当那个吴沙在1796年 带着200多人去界外开墾之后 就开出了乌石港 这个地方 头城这个地方 那随着在稻海古道上的 这个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沿着溪流向山区开墾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从他的相知 去找到他们的移动方向 那到葛马兰厅1812年社厅之后呢 这条官道就正式的形成 在那之前其实是 那边平谱主人开 或者是板桥林家要去收地图的路线 然后那后来就比较多官员 经过比如说摇营的台北道理记 或者是写下金字碑跟草林古道上面 两个碑的那个流明灯总兵 他们就是走这一条 这就是官道 也就是现在大家最知名的 金字碑草林的这一段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北路 那北路的顶双溪开墾之后 他一样也是会沿溪流向内开 所以中间那一条就是北市溪流 以前的基本上都是沿溪向内山走 然后那在1842年的时候 24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乌史港的手被往这边开 这时候都还没有这样子连起来 还是都是走北边 那一直到1852年的时候 有一个文献出现 这个顺便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做考据 有一个文献1852年的时候说 原来南路山孔道出游东北行 自淡水自巴土折入基隆 循海过深奥之山 腰龙林路南京 讲的就那个北路 那可是后来开始出现一条路 他就我们用红字点出来的就是地名 你可以看到以前古文献 我们知道点知道里程 但是不知道献在哪里 这个其实在做古道研究的时候非常有趣 他就说这条路呢 地盛宽坛 无庸多色深稀 从金峻林 只由头为炮台外 斜过时空子山六里至陆寮 再十二里至大溪 又十二里至大平 二十里至双膝头 双膝头二十里出弹鼠之随板脚 在那十五里便宜莫甲银 统近至头为之麦莫甲九十五里 所以宇原来那样子近 好 那但是这条文献出来之后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那个点有很多现在没有的地名 比方说陆梁 陆梁不知道在哪里 还有一个是 那个地名 还有这个地名呢 很普遍 在这个区域不止一个 好 这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学者的考据 唐语呢 他就说 陆寮 头为就头成 时空止上也是确定的 但是陆梁在哪里 他说是以前 台湖梁 台湖梁 那所以牛梁在这个地方 大溪是内大溪 就是宜兰的大溪 然后太平的古地名叫大溪 干脚的古地名叫双溪 头出细子水满脚 好 假设是按照他这个说法的话 我们找到日据时代才有的地图 1897年的时候第一张地图 距离这已经40多年 拿来叠一下 这几个点不止一条线 OK 好 那但是更棘手的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学者说 这些地名应该在这里 头围石空止山没错 但是古寮在这里 大溪呢就是余光 就是北四溪上面有个地方叫大溪 所以不是宜兰的大溪 是大溪 然后大瓶呢 就是现在的丰田 华半大学的附近 那个地方古地名叫大瓶 然后呢到了山坑十丽 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双溪头 那个就是双溪口 然后出水满脚 好像也对 然后鲜一点这么多条 好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去这个 就是文献 学者文献 然后问当地人 有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还要再算里程 里程符不符合 所以最后 我们只能够推估可能是 唐宇说的那个路线比较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定线主要的路线 其他都会把它拿掉 然后就变成是比较干净的路线 然后沿线就是这个传统工法的事情 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因为这是手作步道 我们发现了这些传统工法呢 我们就希望这些地方政府把手作步道这件事情 纳入它发包工程的方式 否则怎样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古道 又变成是破坏 好所以呢 就要说服地方政府 但是我们下次讲到手作步道就知道 用发包工程的方式做手作步道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个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其实就像我上次讲 就是其实在没有工程之前 有没有步道 有 有没有设计图 没有 基本上这不是用设计图来画的 那如果古道维持着古道的样子的时候 就要怎样步道分级 不然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是习惯走在比较都市型的步道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说 有一些路段比较原始 你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所以就要做步道的分级 可是这个手作步道的做法 传统工法的考据跟步道分级 甚至是标示系统 就是我们后来 淡兰古道是以双扇绝来做 整条路的标示 标示系统要四个县市一致 不能说你这里做这个标示系统 那个做另外一个标示系统 然后里程要连去 所以这些事情呢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要让地方政府能够达成这个 所以我们那个平台会议 基本上有发挥这个效果 好第二条呢是张之系路 张之系路是从 这是我们2019的台湾守护地图主题 就是从西北往南看的 这个整个台湾岛 那这条张之系路呢 他是讲的是桃园到台中 起点是从桃园龙潭的三坑子 这个码头 在过去基本上就是可以搭船 一直到出那个大道城 就是那这条路线呢 他会我们把他命名为张之系路 是因为 这原来是客委会的浪漫台三线的政策 然后那台三线大家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台三线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这样问 大家觉得我很侮辱你们的至上 但是之前立委质询的时候 就是问说 台三线是哪三条线 结果大家就联赛了三条线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呢 也有一些原住民的立委就会说 你客委会推动浪漫台三线 那是你们的浪漫 可是是我们的血泪 对不对 所以那哪三条线 其实他会跟 汉人的开墾跟原住民之间的冲突 而且这个冲突是沿着 比如说最早是土牛线 后来有这个清代的爱有线 日据时代的爱有线 不断的往里面推 然后一直到 这条路是到这个日据时代的时候 变成是战备道路 就是 怕战争的时候 物质运送会中断 所以呢 我们做了这条浪漫台三线的全身 其实是战备道路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 抓这条路线的主题的时候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条就是 最早的土牛沟 其实是熟 怎么讲 就是汉人跟熟藩之间的一个路线 那他其实是比较靠海岸 那当明镇时期的时候 因为就是汉人之所以要往深山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就是要取蟑螂 还有他周边的陵墓 发墓等等 那他其实就要从蟑螂技术引进 然后开始开山扶翻 然后向内去取蟑螂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淡兰百年三金用的是双扇卷 这种logo 他是侏罗纪时代的结义 曾经跟恐龙一起生活过的植物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跳脱人 回到这个土地更久远的一个象征物 用植物来代替这条路线的logo 那张树也是一样 张树有两层意义 一个就是人跟自然的冲突 就像这个开山扶翻 而人跟自然的冲突 取用山林之远 这件事就会导致族群的冲突 原住民的生活领域被客家人 还有汉人开始往内压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条线 基本上是日据时代的爱有线 好那随着张老的砍发 然后山地的开墾之后呢 当树被砍光了之后 开始就是种茶叶 种果树 然后产业就改变 然后这条路线也变成了 是挑茶或者是运茶到这个伦敦到纽约去卖的这条路线 所以我常常会说 淡兰跟张之系路 他会共同连接到大航海之路 也跟世界做连接 好那这就是刚刚说的内山公路的时期 那慢慢的在沿线 我们去找到他现在的一些产业的状况 然后他的家族的历史等等 然后同样的马界也走过这里 那这是他我们沿线长到一些回石原来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古道是长不一样 你慢慢如果会辨识的话 就会知道他的那个地质的状况 然后那所以有古步道的类型 也有产业道路的类型 跟有一些走在公路上面 目前全长是400公里 主线加附线400公里 沿途会有一些柏公庙 柏公庙跟刚刚淡兰古道的土地公庙 又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有一些跟张老有关的地名 或者是茶叶为主题的路线 然后呢在新竹与北市跟茶叶的月初 比较有关系 新竹以南在苗栗这一段 很多会跟爱永县有关系 那爱永县其实 这个这个好 这个如果要讲话又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主题 今天就跳过去 那所以这路线出来 如果跟沿线的客庄的捷庆活动来结合 那就可以了 有一个绿道带动周边地方创生跟经济的效果 那第三条 山海峻 那个 我这边很快的带回去 因为其实 到时候冒陈会讲 冒陈会讲 是前期从地方倡议的一个阶段 那后来从台南市乌山头水库 要一直延伸到玉山 它的这个定线 其实是我们在去年协助林务局去进行的 呃 沿线大概状况是这样 分经过 分经过从台江国家公园 然后 分经过两个风景区 管理处 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山流乐区 去到玉山国家公园 然后台南跟嘉义的范围 沿线呢 呃 其实 这条路线是公路的路行会比较多 那他其实会回顾的东西有 他大概分成四大主题 有所谓的内海之路 水利之路 原乡之路跟圣山之路 那内海之路大概讲的就是这个 内海的历史 海清的历史 所以这个很快的跳过去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圆乡 然后进入到圣山 他会有不同的主题 啊 然后跟不同的景观 好 那 呃 定县之后呢 其实 今年开始 就是 会有更多 就是他们实际要去 甚至指标的一些工作 所以深海军的路 我就 很快的用这种方式讲了 好 那 所以接下来 我们 我们 其实是 要开始推动 国际的 国际的事务 啊 我们 基本上呢 在 今年 呃 今年的 UNWTO 就世界观光 世界观光组织 他们就出本了 出了一本书 叫Walking Tourist 介绍了世界几个长距离步道 他如何带来的地方的观光厂子 好 好 那 呃 我们之前讲到的季州偶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他在 他在 他比千里不到晚一年成立 但是这个创办人 当时呢 他是韩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线的记者 他去 他去西班牙朝圣之路走完之后就觉得说 一条路可以让人速度放慢 在这个地方体会很久 那 他的家乡 季州岛也很美 可是季州岛相对于韩国来说 是一个边陲 好 然后朝鲜半岛之外的一个孤岛 那大家 季州岛的旅游模式在过去都是什么 去赌场 或者去拍婚纱 好 然后他季节限制很大 好 基本上冬天就 就是秋冬都很难去好 就是 风满很强等等 那 所以他们的观光厂子呢 基本上都是大财团把钱赚走的 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来做一个 季州岛的环岛的步道 好 然后呢 来带动观光 那他带动观光的方式就是 开始 找这一些世界各国的长距离步道的 组织来开会 就是包括2010年开始 办徒步加远华 然后呢 办世界步道大会 那他想要营造就是 在季州岛生活一个月 26条步道 一条 一天一条 然后倡议慢的美学 慢的旅行 消失的路找回来 然后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之下 振兴偶来的在地产业 那他们的确也做到了 他们在2007年到2017年的比较可以看到了 他的游客数量的成长 特别是在差不多2016年 15年左右 陆克 降下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 萨德飞弹 然后中韩关系不好的那段时间 陆克抵制 可是呢 他们整体的游客量还在上升 然后那他们的经济效益 一年呢 就是有超过3280美金 然后那 经由这种长距离步道的串联 他的发现传统市场 零售呢 成长 然后产生了一千个新的民宿 公车的成长 就是搭公车的成长 成长达到百分四百 记得车等等 所以这表示什么呢 长距离步道 他可以透过 让人慢速 改变过去的大众旅游习惯 以前都是爱榜知名景点 短期的旅游 团客租车一次性 再也未来 住在大半点 现在呢 他就因为要走这条步道 必须要去到村庄 长期的停留 然后搭大众运输 可能会一来再来 因为你要完成26条 所以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来说 他们有一些 这是他们的指标 还有就是 帮他们的小马纪念品 是请失业的女性 在家里逢的 然后来促进当地的就业 然后这些嘉年华的时候 他们就会 有当地的文化活动来搭配 都可以每次嘉年华 可以上万的人去走 那他们开始慢慢在亚洲 发起了这个世界步道大会 跟亚洲步道大会 那我们呢 在2016年的时候加入会员 然后18年的时候 只为亚洲步道联盟的 营运委员之一 而且争取到2021年 亚洲步道大会来台湾去办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三条绿道 可以在2020年的时候做一个整体的行销 那而且要准备争取2024年 第十届世界步道大会到台湾 那所以这个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把冀州 我们来跟这个特委会的张知系录 进行了友谊步道的地结 然后那在这个月3月24号 我们会跟观光局地结合作备忘论 就是帮淡然来做国际步道的友谊地检查 指标互设 到现在你如果去凌凤湖 到已经可以看到韩国的小马指标 在我们这里 然后你如果到韩国激州岛 你会去看到我们的张知系录的指标在那里 那就可以互相的寻销宣传 那今年的世界步道大会在尼泊尔 去年是在西班牙朝圣之路 我们也把肖欣扬老师拍的淡然的影片 带去那边放 影片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 现在肖欣扬拍的已经有两支了 然后呢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世界地结友谊步道 还有就是参与世界步道联盟 互相从亚洲步道联盟 然后争取到汇原的这些过程 好 那大概 大概就是 这样子 然后 这几个出板品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去借或者去买都可以 这个第一阶段的 前女过道第一阶段的是 走路这本书 还有前女过道环导慢行 他把我们的环导路线 分成十一段逐一介绍 还有到农于春书一轮 然后第二阶段的部分 就会有高雄、邦邦邦向山 就是大台北十八条 无负面的天然步道 然后我在阿玛阿西三境 是手作步道 的这本书 那 光是台湾的手作步道 刚刚阿玛阿西三境那个是介绍美国的 台湾的部分的十三条 手作步道在这本书里面 左边这个是 就是我在阿玛阿西三境那本 在中国大陆的简体版 叫向山一样思讨 ok 好 所以大概很快的 跟大家介绍完 千里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事 然后呢 启发我们的 九个国际的绿道的观念 跟我们在台湾融合推动的 新的三条国家级绿道的进展 然后跟我们 准备要在国际上做的事情 跟大家很快的分享到这里 很好 我终于很快速的讲完了 大家也没休息一下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 然后写那个事情跟你的想法就可以了 有没有很简单 很简单 我跟你们说作业一定很简单 ok 哦对对对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讨论 时间的调整 好 好 那个 上一次 后来跟庄默先生老师跟 吴孟晨老师讨论了一下 嗯 庄老师 他上次不是说4月11号 他那一天很改吗 如果要就是要下午 所以后来我们是说 4月12号可不可以 好我是说今天来跟大家商量说 改成4月12号 就他也不会那么改 然后我们也不会那么改 礼拜天4月12号可以吗 去新化林场 然后 呃 庄老师跟我都会去 那一天下午 我们也会有另外的 步道去看场 ok 好 12号ok吗 如果不行的 ok好 那我们就跟大家商量调整 4月11的户外走读 改成4月12号 ok 好 然后另外就是 因为这走读的是新化林场 然后冒陈他是有说 还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去走 深海去绿岛 所以他会在他4月8号上课的时候 跟大家讨论 约时间跟走哪一段 ok吗 所以那个 深海去绿岛的走读就等 4月8号他上课的时候 来再进行讨论这样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这边 帮助大家 实际效果 要不要猜一下 大家都有用email吗 嗯 有没有人没有用 ok 看起来都有 那大家在报名社大课的时候 都有留email 有没有人是报名社没有的 ok 好 因为如果是没有留心 来跟我认计一下 因为之后的客户也会用email 转达给大家 对 从这 这礼拜开始 小天室就会发email给大家 因为除了line之外 另外email发比较容易追踪 就是 不会太多讯息就看不到 那有没有人还没有签到的 记得来 这边 就是 我把这个 你没有放 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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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一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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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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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面那個L4大型TD5I TD5 都消寫 消寫喔 好 只有上去 啊 有啦 沒有啦 一直關門就這樣 所以你自己也一直上去 對 我剛好 你這是嘻嘻酒館嗎